那柯建民他在廣播上講的那個意思 是不是講說如果你當上市長之後 可能會找沈慧紅來當副市長 有這個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說的是我辭掉副市長之後 要叫沈慧紅來接台北市的副市長 我再說一遍 副市長的職權是市長決定 不是我黃珊珊可以決定的 台北市250萬人以下只有兩席副市長 我辭職之後就是欲缺不補 這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 所以我不知道柯總召在說什麼 沈慧紅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很多的朋友 像王世堅也是我的朋友 朋友絕對是有私底下的情誼 但是不要為了選舉操作 來做一些政治上面的操作 新竹這場選戰 我覺得我個人是支持高鴻安委員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用再做 不必要的政治操作了 講完好像也跟上 就直接講說叫你要講 說你講過的話不能切割 我說過的話就是剛剛我講的這樣 大家都是好朋友 如果他在 我那時候跟他說 是說我在新竹 如果他後來沒有什麼規劃的話 我歡迎他回台北市 這是做朋友很好的 我進到市政府 當然希望找到更多的朋友來幫忙 我覺得他有來也在台北市做很久 所以朋友就是朋友 朋友是沒有顏色的 OK 那如果說 沈慧紅他在台北市當過副市 在台北市任職過 那當時是國民黨執政 那他也是藍的嗎 不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幫人家貼標籤 第二個 有說過就是有說過 沒說過就是沒說過 不要把我沒說過的話 都要扎在我的頭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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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